是呀!大家又見到我了! 我是有能力可以聞到靈異氣息的傳說狗 今次想跟大家說說為世人帶來災難的生物 天鵝人的刀子傳說 嘔~~ 在1966年位於美國一個四千多人的小鎮裏面 當地的報社刊登了一則新聞 內容是說有一對夫婦見到巨大的人形鳥類生物 這對夫婦聲稱說 他們在有一晚深夜的時份 開車經過一個廢棄了的軍工廠的時候 見到一個身高兩公尺左右的灰色生物 這隻生物好像有人的四肢 和一對巨大的東西 這隻生物它的雙眼在漆黑之中發出恐怖的紅光 這對夫婦立即報警 當警員趕到現場的時候 沒有發現任何異常的情況 警方說這對夫婦當時雖然受到一些驚嚇 但是他們的意識非常清晰 沒有醉酒也沒有濫藥的情況 不像是胡言亂語 在之後的幾天 也有越來越多的目擊個案說 見到這隻神秘的生物出現 其中 有兩個消防員 聲稱在有一晚當值的時候 見到在森林裡 有一對紅色眼睛的大鳥仔 還有另外一名男子 他說他在自己的農田裡見到這隻生物 話說有一晚他在看電視的時候 突然間電視機出現很多雜訊 整個畫面都是雪花 接著他還聽到門口那隻狗不停吠 他拿著電筒走出去看看 就見到在黑暗之中有兩點紅光 當他細心地看下 原來是一對紅色的眼睛 死命地看著他 過了一陣就消失在黑暗之中了 透過媒體的報導 這件發生在一個小鎮裡的新聞 很快就傳遍整個美國的各州 隨後媒體將這隻生物稱之為天鵝人 很多在外地無名而來的人 都去到這個小鎮裡 為了是想要親眼目睹這隻神秘生物的真面目 在當時對於天鵝人的說法還說紛紜 有人認為在棄置了的軍工廠的地底下 有一個秘密的實驗室 而天鵝人就是實驗室裡的實驗品 也有說法說天鵝人是外星生物 每次出現都會帶來災難 這個說法的原由是因為這個小鎮裡有一條跨海大橋 有40年歷史 在1967年的12月15日 這晚傍晚時分 橋上的交通非常繁忙 就在這個時候 橋上的剛梭突然斷裂 大橋倒塌 當時是寒冷的冬季 所有的車都掉進去冰冷的河水裡 總共造成46人的死亡 有些是當時在場的人益述 他們當時看到天上有一道閃光滑過 有一些東西好像飛上去橋頂上那樣 過了一陣 這條橋就發生崩塌 因此 有些人認為 這就是天鵝人 所帶來的其中一個災難 更有個美國的超自然作家 認為天鵝人 和大橋事件是有關係的 天鵝人的出現 就是代表著災難的遇事 在1986年 車落比核電事故發生前一個星期 有人發現疑似天鵝人的身影 而最出名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前夕 有人拍到疑似一個天鵝人的不明飛行物體 盤旋在雙子星大樓附近 有些人認為天鵝人總是在災難之前出現 是為了提醒人類災難快發生 所以有不少當地的居民都深信 其實天鵝人是他們的守護神 好了 今天的都市傳說就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Ao